因為疫情的關係登山的人越來越多 那我覺得做好充足的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我叫閻嶺 然後我登山大概有個兩年多左右 主要都是就是高山百月為主 現在沒有辦法出國 大家也覺得說高山算是一個 蠻好的旅行跟旅遊 所以我覺得尤其是百月相關的話 就是蠻多的 主要的話我覺得分成嵔山 終極山跟百月 我覺得百月或者說海拔比較高的話 山林變化或甚至我們氣溫等等 都會有蠻大的就是差距 或者說蠻多狀況這樣子 那我那一次的話就可能裝備上準備比較不足 那我就去爬算是終極山 結果就差點室溫 然後我覺得冷的時候就是都不好玩啊 也不會覺得想要去看風景 或什麼就是想要就是窩成一團這樣子 當下確實會怕 可是我覺得主要就是真的是準備不周全的關係 開始正視這件事情 因為登山其實是一門很專業的運動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準備充足 去做好功課然後再去進行 我覺得有準備的話就是探險 可是沒有準備就很冒險 但我覺得這樣不大好 主要如果是百月的話 就是像我現在的這雙鞋 它是登山靴的話 我主要都是選羊毛襪 第一個就是因為其實登山靴我們通常就是會選就是有一點空間的 那羊毛襪第一個的話 我覺得它其實包覆性很好 它又夠厚 那第二個其實羊毛襪它在於吸收我們人體 比如說汗啊 或者說各種的氣溫變化上它的適應都比較好 如果百月的話 你看你從可能一千多的登山口開始 那你就很熱嘛 可是你爬到假設三千 那個氣溫的話降很多 羊毛襪我覺得它在這兩種 一千跟三千左右它都蠻能調適 就是都不會讓你覺得熱啊 或說太不舒服冷啊 什麼的 我覺得這一次黑狗的這個羊毛襪 第一個我覺得它外型真的做得蠻好的 對 就是我在穿的時候 我旁邊朋友或是周遭旁邊的人都有詢問 就說我覺得很好看耶 欸這在哪裡買啊 什麼什麼 我覺得女生的話就是 我雖然體能上或是我很厲害 可是我還是想要很好看 對 那再來的話我覺得它材質上 第一我覺得羊毛襪我自己覺得很大的重點 就是它裡面的話 它會不會脫毛 之前可能買到可能比較不好的 有時候就是穿久了你的腳趾間會有毛屑 如果我的羊毛襪有毛屑 我要有著它六天午夜 我覺得我不喜歡那個感覺 但我覺得它蠻好 它真的就是脫掉之後都不會有 裡面的那個觸感也都很好 然後包覆性也夠 所以我覺得它在這部分也蠻好的 它蠻適合就是高山擺月 厚度也OK 我覺得這一雙畫算是台灣紙 然後非常就是好看 然後又功能兼具的羊毛網 想要給喜歡爬山的人 告訴他說台灣的山徑真的是美到不行 但是記得一定要做好功課 才能充足然後完全的享受 就是這些非常美好的東西